哈喽大家好,我是李灰灰,好久不见,非常想念 这段时间呢,我一直生病在家休息 闲来无事就一口气看完了前段时间 网飞大力推的纪录片,我是乔治娜 整整六集,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说真的,我平时是一个比较散漫的人 但看完这六集的纪录片后,我第一次感觉我的时间被浪费了 我不断的质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这个 事先声明我不是黑子,而且我们家还有一位C罗的忠实粉丝 这期视频里所说的一切都是我看完这部所谓的纪录片后所产生的观后感 我相信能点开这个视频的伙伴们应该都对乔治娜比较熟悉了 她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就是C罗的女友,她以前也当过酷奇的贵姐 机缘巧合之下接待了C罗,然后两个人就开始约会并且相爱了 大概就是这些桥段我们很早从各种八卦渠道上基本上已经了解过 这些年乔治娜开始经营自己的网红事业 她在instagram上有3650万的粉丝 据每日邮报消息称,乔治娜一条inst广告报价是86万英镑 超过C罗的中心 按照这个视频,很多人都觉得她未来可能会超越被扫 穷威最会赚钱的九星老婆 好了,说完这些八卦,我们来聊这部纪录片 我是乔治娜 说实话,这个片名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强势很刚 一般那种特别牛叉的人才会说我是谁谁谁 而在预告片里,乔治娜也说 大家知道我是因为我是C罗的女友 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我是谁 OK,那我们期待的就是这部纪录片里 乔治娜应该会呈现给我们一个除了C罗女友身份外 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乔治娜 但是很遗憾,看完六集的纪录片 她身上C罗伴侣的标签根本没有撕掉 反而更加加深了我对她固有的印象 基本上就是乔治娜又把自己过去这些年 我们在八卦正看上看到的消息亲口说了一遍 而且从头到尾她所展示的一切 还是不断的强化C罗带给她的改变 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甚至是工作上的 因为她自己就说和C罗公开恋情后半年左右 就签约了经纪人 第一集她带着自己的闺蜜 乘坐着C罗的私人飞机到处去玩 飞机上充斥着各种CR的logo 好像无时无刻都在提醒观众们 C罗是我男友 这本来其实没啥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是C罗改变了乔治娜的命运 而且乔治娜也没有掩饰自己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与追求 但是这部纪录片的利益 难道不是为了标榜 乔治娜不仅仅只是C罗的附属吗 可是片子里并没有展现出乔治娜独立个体的一面 反而是不断在强化她身上的标签 而片中我最想吐槽的就是乔治娜的朋友们 据说这些都是她成名前交的挚友 我想这一段乔治娜是想要体现自己不忘初心 没有抛弃老朋友 拗自己亲和力的人设 但我看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低铁老人脸 这些真的是朋友吗 还是仆人呢 其中有一个长发妹子 号称是她的闺蜜 这个闺蜜帮她提东西 收拾家务 跟前跟后 这是朋友吗 个人感觉更像是一个私人助理吧 还有她那些亲爱的群里的朋友 一个个都感觉没啥正经工作 就是一天天陪着她吃吃喝喝 坐C罗的飞机游艇到处玩 怎么说 我觉得这一段太假了 狗富贵物相忘的确是好事 但是说真的 乔治娜这些年实现的阶级跨越 身边的朋友难道就真的还只是这些人吗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段有点太假了 而且乔治娜和她的这些所谓的朋友们 在聊天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单向输出 一直说自己 说C罗 而且基本都是那些 陈汁骂兰骨子的事 几乎没有提到什么 是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其实乔治娜的事业 这几年做的不错 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多拍一点 第二集中有一段 乔治娜一本正经的 坐在办公桌前 准备开视频会 我以为终于要拍 乔治娜工作的片段了 结果竟然只是她安排人 给他们找度假的地方 不过也许照顾C罗的衣食起居 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吧 这样想的话也没错 只是这种片段 真的需要放在纪录片里吗 真的就没啥别的可以拍的了吗 片名是 我是乔治娜 内容却全是 我是C罗女友 所以我不懂为啥能拍六集 说实话 我看了第一集就不想看了 感觉特别没有营养 基本上就是秀恩爱加炫富 我还以为我点开了 比复利交期 但是有观众说第五集好看 于是我又硬着头皮 一口气看完了全集 前四集基本上都是 乔治娜 如何兼顾家庭与工作 能看出来乔治娜是挺能干的 出差都是当天往返 经历也的确很旺盛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但是我心里一直就在想 就这 终于到了第五集 乔治娜寻根 又名一锦还乡 我理解这一集的目的是 想要让观众多了解一下 乔治娜这个人 包括她的家乡 她遗孤的父母 她儿时家庭的不幸 她是如何一步步 从小城镇走向大都市的 从这一段确实可以看出 乔治娜应该是一个很能吃苦 而且有胆 是有勇气 很果敢的女孩子 她自己说 我小时候最大的冤枉 就是去马德里生活 她也说 虽然自己的童年很不幸 但是在家乡 独自抱怨生活的不公 是没有用的 不会有任何改变 她说自己当过服务员 清洁工 销售员等 能看出来 她的确是吃了很多苦 但是天下吃苦的人 又何止乔治娜一个呀 乔治娜真的 真的是很幸运的那一个 这一集里有不少片段 都是关于她儿时的芭蕾舞梦想 但是最后因为经济原因 身材原因不得不放弃 乔治娜说起来这段的时候 看起来很遗憾 但是到这里就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集 完全可以升华 既然寻根了 就代表自己不忘初心 而且她一直都说 希望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回馈社会帮助别人 那完全可以在家乡 成立一个芭蕾舞的慈善机构 帮助那些爱跳舞 但是没有钱的孩子们 完成梦想 我不是在道德绑架她 而是我觉得她做慈善 公益这个事 可以有更好的点 因为在第六集中 她就去了固儿院里 看望孩子 并且是长期资助之类的 做慈善当然是好事 但这一段总觉得怪怪的 她穿着一身 印买logo的名牌 踩着肩头高跟鞋 去看孩子 感觉有点浮夸 有点不得体 不像是真的去做慈善 我家C罗的粉丝说 这个慈善是C罗 让乔治那去的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一直觉得 做慈善的人 首先应该选择 自己特别关注的群体吧 我总是觉得 以她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完全可以在家乡 设立一个 芭蕾舞的慈善机构 这样的话 其实看起来也更真实 也更具个人话吧 总的来说 我对乔治那这个人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但是对这部纪录片 我真的不喜欢 就是那种想要用来 打发时间 都觉得无聊的片子 不过据说 他们还要拍第二集 希望到时候 能有点别的东西吧 不要再拍 乔治那的Vlog 对于很多人说 乔治那爱炫富 一副小人得失的嘴脸 我个人觉得 也大可不必批判她 因为她炫富也好 物质也罢 也都是她选择的 生活方式而已 并没有做什么 危害社会 其他人的事情 而且她身上 确实有很多闪光点 比如她 挺能吃苦 也敢于冒险 在实力强过自己 千万倍的伴侣面前 也并没有过多的 放低姿态 更难得的是 C罗的粉丝们 似乎都觉得她还不错 因为她帮C罗 把大后方稳定的很好 她虽然高调 但是从来都不作妖 而她也承认 自己真的是很幸运 幸运的遇到了C罗 幸运的拥有了 一个完美的家庭 但是但是但是 我真的希望 社会和年轻的女孩子们 不要把乔治那门 树立成女性楷模 不要把她们当作榜样 或者人生目标 如果所有的女孩子 最终的理想都是 去奢侈品店里上班 去偶遇下一个C罗 去通过男人们 改变自己的人生 那我们的社会 又该如何发展呢 整体看下来 我是乔治那 很无聊的一部片子 没什么深度 内容与宣传的利益 严重不契合 当作下饭剧 都忍不住想要换台 更谈不上什么励志了 最多就是一部 大型的秀恩爱的Vlog 但是就算你是冲着 想要去看C罗的 也会失望 因为C罗出厂 加起来不会超过10分钟 不过我倒是很意外的 被小C罗圈粉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和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吧